东汉末年三国分立 跟随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的五位将军 分别为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 他们就是刘备麾下著名的五虎上将 这五位帮助刘备建立政权 巩固蜀汉江山立下了汉马功劳 可是你知道这五位将军去世后 他们的后代去了哪里 混得又怎么样呢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五虎上将和他们后人的话题 关羽和他的后人 关羽自云长、本自长生、河东俊械县人 自刘备起兵之初 关羽就开始追随他 建安二十四年 刘备自称汉中王 任命许敬为太父 法政为上书令 关羽为前将军 张飞为右将军 马超为左将军 黄忠为后将军 并派一周前部司马 兼为人废师 去关羽驻地 授予关羽观印 对于关羽来说 前将军是他生前最高的官职 虽然前将军和右将军 左将军、后将军 并称为四方将军 但是前将军的排名 要高于另外三位 但关羽天生傲慢 目中无人的他 最终为自己的傲慢 付出了代价 孙权曾派使者告诉关羽 希望自己的儿子 能够娶关羽的女儿为妻 双方结为儿女亲家 听到使者传达的消息后 关羽只是冷冷地说道 狐女焉能嫁犬子 孙权热脸贴了冷屁股 充满了怒火 自己好歹也是一方霸主 不同意也就罢了 竟然受到此等侮辱 这时 曹操看到了打败关羽的机会 于是 他派出使者前往东吴 告诉孙权 只要他在自己攻打关羽时 从背后出兵偷袭 自己就将江南封给他 本来就一肚子火的孙权 爽快地答应了 他派人说响了得罪过关羽的 鼠将 弥方和富士人 让他们断掉了关羽的后路 又派出吕蒙夺取了荆州 关羽走投无路 退守麦城 在出逃路上被俘 遭到孙权谋害 据史料记载 关羽共有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大儿子关平 与关羽一同丧命于麦城 长子关平 有儿子关月 只不过 因躲避战乱被妻子抱到乡下躲避 改为门士 多年后才改回关羽 而关羽次子关兴 承袭了富爵 深得诸葛亮器重 关兴有两个儿子 分别是关筒和关夷 关筒早逝 并未留下子嗣 而关夷一脉 更是被庞慧所灭 所以关羽唯一的后人是关月 且一直生活在荆州 清朝时还被政府定性为关羽后人 并延续至今 张飞和他的后人 张飞自义德 卓俊仁 乃三国时期蜀汉名将 张飞和关羽一样 也是刘备的异地 是起初就追随刘备的那批人之一 公元二二一年 刘备称帝 张飞被封为车骑将军 领私利校尉 长板坡之战中 张飞带领紧二十名骑兵 就将曹军阻拦在了汉京的另一端 一时间威震四方 后来 刘备在蜀地攻城掠地时 张飞又立下赫赫战功 攻下江州 巴郡 巴西等地 蜀汉建国后 他被刘备委派驻守浪中 前置北方曹军 建安二十年 曹军大将张和进攻巴西郡 张飞利用巴西郡山道狭窄的地势优势 大败张和 保住了巴西郡 张飞平时对手下极为严苦 时常对手下动粗 这为他后来的悲惨结局 埋下了祸根 张武元年 关羽被孙权所害 张飞感到悲愤交加 天天靠买醉来自我麻痹 喝醉后 他便在下属身上发泄自己的情绪 肆意鞭打他们 终于手下的将领张达和范强再也受不了了 趁张飞熟睡之际将其谋害 史书记载 张飞共育有四个子女 两个儿子 两个女儿 大儿子张包早逝 却留下一儿子张尊 官至蜀汉尚书 在蜀汉灭亡之际 与将军诸葛瞻共同战亡 张飞赐子张绍 跟着刘善去了洛阳 再后来去了西晋 现在张飞的后代定居在台湾 2002年 他的第72代孙张华安先生 及一行24人 第五次到浪中张飞庙 参加了祭祖活动 马超和他的后人 马超自梦起 浮风茂林人 汉浮波将军马元的后人 马腾的儿子 马超少年成名 曹操曾多次征召 马超入京为官 但都被马超拒绝 而后马腾入京 被封为魏魏 马超就统领了 马腾的兵马 建安16年 曹操置兵关中 马超联合关中诸侯 韩岁等抵抗曹操 曾一度对曹操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但被曹操用离剑计击败退走 而后巨龙部队再次攻去 龙上诸郡 失败后 依附汉中张鲁 但时间一久 他发现张鲁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 一心只想在汉中 过自己的太平日子 于是 他转头刘备帐下 帮助刘备攻下了成都 蜀汉建立后 刘备任命他为平溪将军 负责镇守西川 建安22年 曹操派军攻打汉中 马超利用自己在少数民族中的威望 召集数万低族人为蜀汉而战 牵制住了曹军 为后来刘备攻下整个汉中地区立下大功 张武二年 他病逝于蜀地 享年47岁 戎马一生的马超 最终未能回到故土梁州 令人扼腕叹息 马超的后代是五虎将之中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 史书记载 马超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早逝 二儿子马丘被鲁超所害 只有小儿子马成继承绝位 有五子四不得而知 不过历史记载 马超由于堂弟马代 其弟名叫马康 逃到中亚 并在亚美尼亚开疆阔土 成为当地的显赫家族 并统治亚美尼亚数百年 亚美尼亚历史书中 也记载其祖先马炕是由中国迁徙而来 足见其真实性 黄中和他的后人 黄中自汉生南洋人 黄中本为刘表部下中郎将 后归刘备 并驻刘备攻破一周刘张 建安二十四年 夏侯渊领军进攻汉中 其间张和被刘备围于东围路角 形势十分危急 为了解救张和 夏侯渊派出大量士兵前去解救 身边只留下了四百护卫 十年七十四岁的黄中 也参加了这次战役 他审时度势 抓住了这次机会 发动了骑袭 斩了一代名将夏侯渊 夏侯渊一死 曹军军心大乱 弃甲夜兵而走 定军山一战 迫使曹魏在汉中的军事力量 几近崩溃 不久 刘备便占据了汉中 刘备称汉中王后 加封黄中为后将军 次年 黄中因病去世 享年七十五岁 史料记载 黄中只有一个独生子黄旭 但其已经早逝了 所以他和关羽一样 没留下子嗣 黄老将军一生南征北战 去世后却为留下一个后人 真是令人惋惜不已 赵云和他的后人 赵云 自子龙 长山征定人 身长巴持 资言雄伟 是汉末三国时期的蜀汉名将 与关羽张飞并称燕南三世 赵云最初是公孙赞的手下 后来投奔了刘备 长板坡一战中 甘夫人阿斗与刘备走散了 秦极之下赵云挺身而出 冲进了乱军之中 从实力强劲的虎豹骑手中 抢回了甘夫人母子 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 刘备攻打益州之时 赵云帮其攻下江阳前围 战功卓著 因此被封为义军将军 定军山之战后 曹操援军围攻赵云迎战 赵云深知自己兵力不足 不能正面抗击曹操 于是效仿诸葛孔明 唱了一出《空城记》 他敞开迎战大门 命令手下随时待命 曹军怀疑有诈 便开始撤军 赵云下令追击 大败曹军 刘备得之后十分高兴 称赞他道 子龙一身都是胆野 张五三年 刘备并是永安宫 后主刘善继位 改元建兴 赵云由中护军 征南将军 签为镇东将军 公元228年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后 因为击鼓之战的势力 赵云也被贬为镇军将军 建兴七年 赵云无疾而终 被追封为顺平侯 但究其一生 他得到重用的时间实在不多 着实令人惋惜 史书记载赵云共育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名叫赵统 二儿子名叫赵广 赵统承袭父亲爵位 官至虎奔中郎都 有无子嗣记载不可知 阿尔子赵广被任命为衙门将 后领军于魏交战 战亡江场 有无子嗣也没有任何记载 所以关于赵云到底有无后代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 尚且无法得知 还有一种说法 是他平生有很多子嗣 但最后这些子嗣 都随刘善去了洛阳生活 总的来说 这五虎上将 共同支撑起了蜀汉的天空 在那个群雄并起的年代 刘备的蜀汉政权 论地盘 远不及曹魏 论财力物力 也远不及孙武 缠入的蜀汉 能够和这两个国家 并历如此长的时间 这五位能争善战的将军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是因为这五位将军的存在 刘备才得以成为一方霸主 蜀汉政权才能存在这么长时间 而这五位将军 除了张飞有确实的证据外 马超的后人无从考究 其余三人均没子嗣留在县市 实在令人感到惋惜 不知道大家对五虎上将 和他们的后人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